如果把面粉倒进洗碗水池里 你知道会发生什么吗 它可以给你一个意想不到的好处 今天我就这样尝试了一次 我觉得结果还是挺满意的 因为你也肯定知道 洗碗池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 不锈钢表面就会发生不再光亮如星 而且还有难清洁掉的油污 给人一种很灰暗沉闷的感觉 那不妨忙你撒一把面粉吧 面粉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现在我给你展示是如何操作的 首先我们需要保证不锈钢表面是完全干燥的 然后往里倒入一些面粉 不需要太多大概就是一勺的量 如果你的水槽同时油污液比较重 也可以放一点小苏打 接着拿一块柔软的纤维布 开始用面粉抛光不锈钢水槽 请注意用圆周旋转的动作 其实面粉起到的就是研磨剂的作用 最后将多余的面粉取出 剩余的面粉清洗掉就好了 就像你看到的 这样的动作坚持几分钟后 希望吃水槽表面变得比以前更加细腻了 而且有了更好的光泽了 每一个视频都是一个解决方案 记得点赞分享去帮助更多人 我是院长先生